但是从去年两个队伍打的情况上来看 虽然瓦奇夫银行队也少了一个主场 但是整体你自己的自身实力发挥出来状态好了 你还是一样能赢对手 比赛开始 可惜了 上来之后伊萨西巴西球路给的还是很活 第一个给了金软锦的后排 第二个给到了波斯科维奇 这轮大家也看了也是伊萨西巴西的一个反轮 因为这个线切得有点斜 因为我们看这个球本身已经很短了 所以你再想打小斜线难度就很大了 这转线 好的 前排布兰网下车防守的取位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反击的整体的进攻打的还是非常连贯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连续的防起对方的进攻 并且现在给到斯洛特杰斯这个得分也是非常的干脆 希望这是他状态复苏的一个标志 好球 好的准备 防守不错 才半区持球了是吧 嗯应该是吹着持球看手势 啊两次了 今天瓦吉福银行上来之后其实整体做的不错 但是犯了一些小错误啊一个处网一个两次 对 但是整体的状态会比半决赛的时候更好 主要我们看一传和一攻的整体的进攻打的还是比较顺的 就是你的自己的节奏现在控制的非常好 好球不错 好球不错 好球保护起来还有无球意识还是比较强 主要领这边也是比较活啊长短结合 积极的在他的这个位置当中啊在变化他的战术功 开场之后伊萨奇巴西的发球失误已经是达到了三个 两个下往一个出界 上来之后应该说双方整体表现都不错 但就是在细节上都在犯错误毕竟是决赛的赛场是不是都有一些紧张 好球 就我倒觉得伊萨奇巴西队有点挤 马西米银行队整体打的还是很不错的开手 打到现在啊双方是大错误没有小错误不断 处网两次发球失误都来了 我希望通过这个短暂的热身的时间吧 双方能够把尽快的把状态和成功率提上来 伊萨奇巴西队的反击机会了 打的还是比较巧 对球阿克曼应该说从慢动作的篮网上来看还是跳早了 下降的时候拉尔森打的所以造成破坏性拦网 漂亮 好球 一点的短平掩护 二点的平拉开起诉非常快 所以我们看也是传出了空门 主场呢稍微矮了一些 但是朱婷调整了一些 漂亮 今天瓦特区银行一上来这个防守做的是真棒的 好球 八球还是不错 我们看这两个探头了 一个打一个篮 八球这样还是给了对方一定的压力 连续的强势表现也是迫使伊萨奇巴西 叫了暂停 开场之后瓦特区银行打得非常的积极啊 尤其是在防守方面 今天真的进入状态非常快 刚才这个篮拉尔森的一个扣球 并没有来得特别好 但是第二个球节奏掌握就已经非常不错 对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我觉得在准备上还是比较充分 然后在整个的执行能力上做的也是比较积极的 所以应该说在开局虽然才领先两分 但是我觉得还是给到了伊萨奇巴西对一定的压力 对 其实整个赛季的一传到位率 达到现在为止伊萨奇巴西是领先瓦特区银行的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 瓦特区银行破对方的一传给的压力还是不错 我们选你发球 好的 其实对于银行队来说你的发球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伊萨奇巴西队如果一旦遗传到位的情况下 他整体的进攻的速度还是很快 不光是复攻 两个主攻也是有战术 然后又有一定的速度 他选择性很多 对 所以你就比较难篮防了 对吧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 只要他一传到位了 他的这个出球速度非常快 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 瓦特区银行的篮网还没有完全的形成 波斯科伊奇这球就已经出来 所以高手过招真的是容不得一点点的舒服 我还以为这是伊萨奇巴西本局比赛的第四个发球失误来了 这个球真的就没法接了 对 这球 没错 好球 阿克曼的这篮网 整个提肩收服盖冒式的这种压制性的篮网 做得非常的到位 阿克曼的这种压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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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发球失误 其实你在整个发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攻击性还是很不错的 这怎么样去找这个平衡点啊 对 好像攻击性和稳定性 漂亮 十二比十 瓦记本银行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技术暂停 确实今天瓦记本银行进入状态很快 主攻线上罗宾逊是表现不错 建议这边斯洛特耶斯整个状态也出来了 在副攻线上阿克曼的蓝网 前半局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半局涨 清洁 Samarif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球迷这个装备挺齐全的 交奖乐队都来了 发售不错 对于6号位的人来说 在防波斯科维奇2号位的对角线 还是要去到一定的位置 因为他这条线的次数打的 还是比较多的 哎呀应该是没掉过去 对 掉球的过往点低了一些 所以直接让波斯科维奇给反过来 这个动作有点暴露的太早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挑队员的过程当中 挑排球运动员要需要手臂要比较长 就是这样就是优势就出现了 你在下降的时候我手不拿下来 然后我也会在某些机会上瞒到你 好球漂亮 干脆的一个短平的配合 嗯 虽然均力时的扣除的动作比较大 就在复攻当中还算是比较大的 拉大臂来打 但是他还是比较有力量 嗯 这球攀界外了 今天波斯科维奇上来之后 他的进攻选择 我记得只有一个打直线是打成了 嗯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选择斜线 嗯 就作为公主来说啊 不管是主攻接应还是复攻啊 他都有他的一个习惯线 嗯 保险的一个线 嗯 界内 界内很明显啊 看来不仅运动员紧张 裁判员也稍微有些紧张哈 毕竟这是决赛 十三平哦 今天一下七八七这个发球失误送分偏多了 之前好像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发球失误这事儿 会不会传染 在比赛过程当中 嗯 会传染 嗯 其实发球失误就是你 你得把发球这一个环节 虽然看似你是单向在发 对吧 单人在这个运用技术 呃 但如果你要结合到整个体系里面之后呢 你就会运用好 就我前面一个人失误之后 我后面一个人一定要控制好节奏别失误 刚才这个球是判了阿克曼的过往基球 我们看一下这球是不是啊 确实过往基球 这球没有过来 阿克曼还是有点着急 再处理一下 好的 漂亮 这球罗宾逊打的也漂亮啊 但是在一船相对来讲比较上网的情况下 我们就二次八一的整个的上网抢船 船的也比较好 对 球力的很好啊 所以攻守也比较好打 漂亮 好的 出现在看头 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二船 呃 十一号 滴里克 滴里克 身高才一米七六 啊 所以 相对来说打二船现在哈 有点矮 所以你看在网口还是很吃亏的 好的 真的有一个单帽 其实就是 他传球的整个速度 或者说整个球的运行的轨迹 会比其他人要更长一些 嗯 因为他是出手点相对低的 传球我觉得倒还好 嗯 但是就是从网口的一些争夺上啊 他肯定还是吃亏 对 争夺或者在防守的时候 嗯 这些双方拼发球都拼得很凶啊 双方的发球失误都不少 双方拼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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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 对 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键外 有的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说 挑战某些时候可以当一个小赞停用 稍微缓一缓节奏 15比17 好凶 开局斜线15之后 竹亭这两次进攻都是选择直线 以萨七八七作为一个人员调整 6号吉布梅尔上换下4号阿里奇 这时候也换下积软景了 就是它场上一定要保证三个外缘 用2号梅尼哈换下了奇软景 梅尼哈大家也知道 也是土耳其国家队的主攻线上的主力队员 对 马尔森还是很会打球 就是线路的选择 节奏的变化 一撑一拐 效果非常好 好的 但从这个遗传虽然垫探头了 但是我们从 瓦奇布银行队的这个遗传的阵型的变化 和补位上来说 我觉得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的 朱婷现在在前排 然后一往这边 一往左边动 然后罗宾逊往靠左边这边一补 其实是非常好的 只是稍稍垫的稍微有点大 阵型都站住了 阵型不乱 这就非常好心 对 互补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 分差缩小到一分 那这样这边网球银行事赶紧请就一个暂停 其实对于排球来说 只要你的整个的阵型站的比较稳 该站的位置都站住了 可能接下来的那一部分 就是怎么去防守 怎么去垫球 就变得相对容易一些了 阵型不乱 17比18 好球 好球啊 这边也是长短结合 主动求变 对 直线斜线变得来 对方真的很难防 这个球也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头上 战术变化非常好 那么就倒这么好 要 SYRI 有 我以为你 是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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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12点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以看到遗传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都比较上网的时候 因为第一点的快弓在前面使打的比较好 所以基本上都起到了现在的掩护的作用 整个战术的调配 厄四八一现在说还是很清楚 有一个 漂亮 今天其实瓦齐普银行队在发球 我们看虽然有一定的失误 但是从整个攻击对手上来说还是很成功的 尼萨吉巴西是叫了本局比赛的第二次暂停 老帅莫塔看看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 出水没事det 出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球事务 但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一是比分领先 第二确实今天这样的一个发球质量 换来的优势 换来的得分比发球事务多得多 所以这个网络特业斯银行这边还是要保证自己发球的侵略性和进攻性 漂亮 今天斯洛特业斯状态不错 斯洛特业斯这一点打开了之后 对于瓦继维银行对的边攻来说 就给朱婷这边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没错 你总得有两个强攻点在突 对吧 然后你要是都打出来的话 相互还有一个牵扯的作用 漂亮 第一局布斯科维奇两次打直线都是得分了 布斯科维奇很清楚啊 从罗民逊这边来突破 其实罗民逊这边的直线漏的还是比较大 他也还是主要去拦他中斜线 保护 哎呀 这保护稍微慢了一点 所以罗民逊的在整个这样的球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 毕竟受升高的限制整个的调节能力还是稍微差一点 他其实在处理困难球能力上还是比较强 但这个球相对来说比较上网 对高度不够 因为我记得之前的转播有朱婷遇到这样的球 就是直接往对方手上抹 抹一个打手出键 看头漂亮 这球又是过往击球了 这个球 挺亏的啊 打得还是比较着急 哦 哦 记过这球还打网 嗯 所以今天网子冰行犯的小错误是真不少啊 处网二次等等 我看到虽然这个球是机会球没有把握住 但是看到网子冰行行的队员啊 脸上的表情相对还是比较自然和轻松的 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 比分呈现一个胶着的态势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一局的关键分了 谁能少犯错误 谁就能占据先机 没错 遗传又是不理想 看一下暴露性强攻 好球 等一下减轻了遗传的压力 嗯 非常棒 我觉得斯洛特伊斯半决赛是在为决赛整状态 今天这个地域打的是真棒 几乎宝宝有 嗯 球发的也不错 慢跳 好球 节奏抓得非常的准 一定要慢跳 因为波斯科维奇本身高度就高 他在空中有个滞空 所以你在蓝网的起跳上 掌握好节奏 他在带腕的这一下 你再拦他 还是能摸到球 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24比22 打高了这回 这球打飘了 所以防守人也控制不好 对 其实我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 不害怕这种 手卷的包球很满 然后力量很大 只要你对正了一样能防起来 就怕这种球打得飘飘忽忽的 非常难防 就是不规则的球 对 非常规的球 我这次银行还手握一个局点 现在也是两点攻 朱婷在后排 我们看 朱婷已经 已经解放朱婷的遗传了 保证朱婷来攻 注意防守 好球 今天阿克曼在第一局的篮王表现真的神了 非常的提士气 那这样25比23 瓦克兵行是首先拿下了第一局 开了一个好投 整个场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 第二局比赛 一刹七八七 射箱擦球 第一局球双方打得都不错 尤其是看到关键分上 然后 朱婷银行队处理的更好一些 运用技术更到位一些 其实强强对话 在这种交替的过程当中 还是比的一个关键分 好防 球没有起头 对 推攻球 看一下怎么组织 还是给二号位 给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 二船不清楚了 这一轮是 一刹七八七队的一个反轮 那今天二船和主攻不换位 所以你在打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尽量的要看一下 拦网的人选择突破点 一传不好 就回来注意防守 这一轮的速度很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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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双方要发球的这个意图都非常的明显 对 我对 对 好球 今天罗宾逊打了几个这种空投和一对一的球 很干脆 这球二场有很大的功劳 时间能把四号被舍出一对一 在你的整个组织当中是非常成功的 这那球吧 裁判判的是戒外 应该是要挑战 这那球 这个镜头没跟上 对球竟然紧离得也比较远了 这个客队的球迷在主队发球的时候发出了极大的干扰的声音 真起效果了 今天自由人两个球都没有控制好 保持好发球的连续性 话音刚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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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王了 这球甩得很漂亮 这时候对于篮网人说就赌一面 因为球也比较上网 你看前排的篮网人就赌前排的进攻 看罗宾逊的这个动作是完全被对方的二双边晃开了 对 遗传不错 漂亮 假动作做得非常的逼真 两个手抬起应要传球 二四一猫 这球对方的复攻也没有看二传 好球 推攻球 还是两点漂亮 阿克曼状态不错 阿克曼状态不错 阿克曼虽然他的进攻的整个的跑位暴露的很明显啊 但是他进攻下手这一下还有还是很有特点 今天上来之后把这个平衡其实整个比赛打到现在打得还是比较顺 对 所以大家也敢变敢打 奥斯巴一这点也敢传 对 没有缩手缩脚 上来之后还是大胆的去运用技术 保护 今天有几个人来拦到这个脚上都没有保护起来 我的教练也是非常的傲慢 机会都出来了 一定要把握住 还是给斯罗特耶斯 好球 哦 哦 漂亮 落点发的很好 阿克曼青的这个状态神勇 攻防两端都表现出了极佳的状态 这球性能发的确实非常好 就在结合步的落点 然后又有点下沉 其实今天我们看第一局银行队 在发球上虽然有一定的失误 但是总体来说 对对方的遗传的冲击 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一攻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好球 防起 朱婷这边 有了 点很高 绝对能力的碾压 绝对能力的体现 脚下还是很快 上不起跳速度很快 弹速很好 白脚了 谁 二船 看一下慢镜头 应该是踩白脚 所以排球运动员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大赛前教练都让我们带好这种护踝的宝固 非常容易摆脚 对 也是希望不要有大爱 那这样迪里克斯音商下场 换上了13787的替捕二船 8号阿里卡亚 镜头给到的就是刚刚替换上场的二船 阿里卡亚的身高是1米8 比迪里克斯高了10公分 好球 哎呦 所有人防得也很好 漂亮 我印象中应该说这个波斯科维奇 第一局后半段被连续拦了之后 这应该是第二局上来之后第一次进攻 波斯科维奇这个球应该是击球点拉的还是很好 感觉没打实 打实了 感觉上说不定打出盯手了 嗯 现在是要挑战打手 我还是打到周军的小拇指 嗯 这也就是现在有挑战啊 如果要是以以前没有挑战的情况下 这种球裁判是非常难判对判打手 可能都不能算小拇指 只能算指甲盖 对 这也是斯洛特约斯的一个问题 就是球双双在不好的情况下 你怎么来打 对方的速度比较快啊 所以你看对方其实球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在快磨快打 所以银行对这边的篮房一定要跟得上 他的这种打法呢 容易给你打乱 把这个轮渡过去了啊 这边也不容易啊 对着波斯科维奇这个高篮网 12比11 第二局的技术暂停 这段应该说双方的整体效率比起第一局来稍稍有些下降 出了一个小意外就是迪里克的意外受伤啊 现在换上了T5二船阿里卡亚 这应该都在双方的提前的准备的意料之外 对 其实用阿里卡亚 因为阿里卡亚一直主打的二船 嗯 他上来船 我觉得对于撒击巴依队来说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对于马其菲银行队来说就要尽快的去适应 因为确实他在换上来这一段时间啊 得分还是比较多的 12比11 哦 好球啊 过度 哎呀 这不应该啊 其实这种球波斯科一期可选择的处理球的方式已经很少了 那马其菲银行这个中间的空档暴露的实在有点太大 朱婷这个球下车防守有点大 嗯 他是准备中球了 还是给朱婷 哎呦 球比较开往 这就是厄子巴依总是在这几场球当中犯的出现的这个起伏 就是传球总是比较开往 嗯 又开往又弹击不起来 所以你看朱婷打也很难打 对 刚才这个角度 其实很多球你可以给他上网一点 就一定不怕打上网球 好像上网球能力很强的 哦 13787出网 这段时间啊 其实 金软锦的进攻并不愈会没效 嗯 既然紧不进攻 应该说金软瓦球银行的针对性蓝网做的还是不错 现在博斯科维奇这边打得有一些着急了 明显的借赖球 嗯 没有打到手 其实包括上一个他挑战成功的那个球 其实也是打飘了 打得也挺飞的 现在伊萨奇巴西应该说 遇到了 哦 尼里克这边啊 马上进行冰敷 这应该属于叫加压冰敷啊 哦 挑战成功啊 还是打手 这上不错 给出鼎了 哎呦 还是没有弹击起来啊 没有球头 差传这一段时间的球传的质量 不太理想 他这球都没有弹起来 克斯巴依还是有一定的起伏啊 其实前面传的挺好的 对 还是选择直线 这一段伊萨奇巴西打出了一个得分小高潮 其实连续这几分网球银行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 所以说 好不一这球给呢 还是稍稍差力的 对 所以说都是 一公 我们看遗传比较好的情况下啊 都是因为你没有传好球 所以你一公没有一板的试量 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方给你多大压力 关键还是你自己没有处理好 嗯 现在罗斯巴依这边 如果说意识到自己的状态 处于一个起伏期 是不是可以稍微的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把球传的稍微高一点 现在整个弹期的高度不够 其实几个弓手打起来都不太舒服 看一下暂停回来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和改变 阿里齐了三球 其实我们看到这几个球啊 应该说 厄兹巴依他也能感觉到自己这一段时间状态不好 所以他也比较保守 你看他给 光是给朱婷子球传的开往 二号位传的也是比较开往 看这个换人是不是换厄兹巴依了 要换下了 对 明显的在他这一点上还出问题了 对方现在已经缓过的 那一段时间比较低迷的状态了 截软锦之前的一局半 几乎都没怎么打开了 对 如果这个点开了 对外球阴海来说 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打手出界 15比18 就像刚才李导说的 其实这段时间 伊萨奇巴西 并不是说打得有多好 只不过是把自己的 该有的一些东西 慢慢的展现出来 但是瓦奇福银行这边 打得有点乱 对 主要是二传这边 二传几个球 没有组织好 没有传好 一下子把一下子把比较压抑的这个情况 一下子给他缓过来了 所以比赛啊 就是你的时机的把控还是很重要的 二传织的速度也起来了 这衔接非常的快 20比16 因为你现在是被对方压着打的 所以你拿到了一个发球权之后呢 你的发球又不敢冲 比较保守 那对方的一传又在到位的情况下 他整体的战术的速度就会打出来 反过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现在就来了 第二局的后半段 整个过程跟第一局其实挺像 只不过双方的位置发生了一个颠倒 这一段时间 伊萨西巴西的点是完全打开了 5分的分差 16比21 高级4分的低降 哦 对对方是怎么打怎么有了 应该是挑战失败 还是1-7-8-7发球 22比16 第二局的分差现在已经是比较大了 还有机会 二船犯同一个问题 就是传球弹击不起来 银行队其实今年我们为什么说他板凳深度不够 就是你看2-8-1出现问题之后换小二船上来 他很少能在队伍比较困难的时候起到扭转的作用 对应该说在这么多场球当中有一场球 就起到了这种比较好的效果 其他基本上上来之后还是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 各个攻守都被拦 各个攻守都打不下去 就是二船的问题 24比16 1-7-8-7是拿到了8个局点 这都是第一局瓦吉平行对付对方的一些手段 现在全转过来 好球 其实现在这种整个队伍都处于比较闷的状态下 可能需要个人英雄主义出来 这些明星球员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去带动一下队伍的气势 当然这也是第三局的事 非常干脆 25比17 这样伊萨奇 巴西市 翻回一局 前两局 双方打成了1比1 再一个对于马区费银行队来说呢 8球还是不能保守 今天这第三个球这个角了 还是传的有点太开朗 现在第三局又是把奥斯巴一换上了 奥斯巴一的这个 就像你说的各个球开网 他这个右手啊 还是发力要比左手要多啊 所以这个球总是能到 保护起来 对 往界网点传 周庭一点都不怕界网球 他有高度也有这个打线网球的能力 这个 奥斯巴一现在他老传球比较开 所以对于朱婷来说呢 你稍稍留一步 别上的太早 好球不错 连续攻有反击机会 对 好球 漂亮 以朱婷今天的状态 应该说二船这边 船的球不需要你的质量有多高 只要这球高度够了 以往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朱婷就能把这球解决了 首先啊对于二船来说 你这个球传出来之后 还是一定要有球头 哪怕你速度慢也好 开网也好 你有球头之后呢 攻守在处理上就好处理 好调整 对 你要是连球头都没有 他处理都没法处理 应该这球进往 但是我可以高点的掉一个心 你看我倒是觉得他画上来这个8号的这个二船 阿里凯亚上来之后 反观他的整个的进攻的串联和速度 反而要比开局要好 对 哎呦 球打得真血 嗯 我们现在给 给一刹七八一队放出来了 就比较在难打了 他打了两米线 八一站在两米线的位置 好球啊 这球抹得还是非常有水平 对 所以在第一局提到的一个 罗宾逊有一个这样的球没有处理好 当时提到的我提到一个情况就跟这球比较类似 这种抹球啊 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能掌握好 现在既然景头宫也慢慢打开了 这样就比较 对于瓦齐文银行对来说 现在蓝房就比较困难了 就三个点 三个强攻点 现在进攻都有了 一开始只是波斯科维奇和拉尔森这两点 这两点 对于瓦齐文银行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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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越打越乱 其实对银行队来说 现在还是一个攻的问题 他这球传的还是低 对 因为斯洛斯耶斯打这种球 他还敢 他不如朱婷在这种弥补能力上要强 所以打起这种球来处理起来很困难 很多对方的篮王已经盯住了 盯死了 这道斯洛斯的传球线路 传球选择 对方的预判都非常的重要 单人篮王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 你队伍当中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老二传 甚至是跟你水平差不多的二传 做你的替补情况下 在你发挥受到这种起伏的时候 换一下是多么的重要 做人取位非常好 哎 抢次了 今天这场球按这样打开去的情况下 把机部银行队就没戏了 整个自己的公船出问题了 二传这两个二传没有一个上来之后 能把你现在低迷的整个的状态调起来 其实公船没有问题 关键就是二传 武器没有问题 当然现在炮弹有点输送不上去 六分的分差 晚间银行请求暂停 añ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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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球 对方现在的进攻点非常的分散 对 就有一定的进攻点 然后又有速度的变化 所以对方现在的攻打的是很甚的 很像第一局的瓦子克银行 对 哪都敢传谁都敢打 对 10比4 6分的分差 排球也是啊 就意志与反意志 我这边有了我就哪哪环节都有 打射的情况下 哪个哪哪个环节都可以大胆的去用技术 对 好球 6分的分差也不是不能追 关键是瓦子克银行要尽快回到自己的正轨上 嗯 反击的机会 嗯 三点弓 看这二号队 漂亮 好球 哦 现在也等来了对方的失误啊 本银行这边是连吹了三分 三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手出界 12比7 伊萨奇巴西领先进入到第三局的技术暂停 从这个暂停 包括之前的那次暂停之前 应该说瓦吉平银行的整个感觉 气势稍稍回来了一点 所有他一次的两次得分 加上对方的一次失误送付 但这个刚刚有点要启示的意思 就等来了两个暂停 这会不会把这个节奏打乱 就是这样的一天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就像这些会以来的一天 就像这个队一样的一天 我看得到一个队一样 这些都应该是这样的一天 就像这一天一样的一天 那是有些出界的一天 就像这一天一样的一天 就像这一天一样的一天一样的一天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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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